透过祝念让临终者乃至往生者解脱身心灵的痛苦 随着学佛人口的增加 对于临终开示祝念的观念也渐渐兴起 在临终前的开示 比舍报后的祝念更为重要 主要就是让亡者安心放下执念 才能够投身善处 我是在民国79年 当我参加到这个佛教的祖念团 催里冠祖念 溜溜溜溜 去看到这个墓者 他民的变化 以及他这个殡葬 这个王生的过程 种种 要是因为我给他提供 提供说 这个墓者有什么民的变 是因为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会怕 会怕 他不远离开 放不下 这时钟 我们要把他赌三天 就是这样 要让他看得开 放得下 让他再生这个冠镬 回来 这是重点 所以说 就是要把墓者开始 因为他的冠镬 如果他回来 我们带他做墓 他才会回来 对我们的镬 当他倒你 如果不知道的时候 你没有告诉他 反正他在想说 我小孩 我什么人 我带不住 等下 要趕快回来 让我看看 你点击他一直给他做 我还要试试 反正他会是一种 种控制下 所以我们先告诉他 大概就是说 这个生死的过程 是一个住人的衍生 一个营免 请他不用怕 这个家室 如果要做墓的人 你要把他当作 自己的亲戚 那那个效果会更好 家室要专定在背叛 在这参谋 这个做墓 不是我们客做墓团团来的 就可以帮助什么 不是这样 在亲人往生时 家属难免悲痛 且千头万绪 在没有主义的情形下 往往违由 殡葬业者来处理 但有学佛的家属 就能够了解 临终开示和祝念的重要性 不仅能自立 也能帮助亡者 所以建立往生礼仪 是现代人应有的观念 法界新闻五庸曲 嘉义采访报导